第三个指点 税收优惠 对于小税种的税收优惠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房产税来讲 大家注意税收优惠中自用这两个字 那么自用包括房产税 包括土地使用税 它都有自用的这两个字 大家是要特别注意的 首先第一个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那么你自用必须什么 自身业务所用的 比如你是国家机关 你办公用房 这免房产税 那么你军队的呢 这种自用房屋免房产税 当你把房子租出去了 收到租金免不免 不免 也就是说上述免税单位的出租房产 以及非自身业务所使用的房产 营业用房不属于免税范围 比如说你县政府有个招待所 这招待所是用于经营的 不是你呢 办公所用的房产 那交不掉房产税 照样要交 第一个 那就是说 自用指的是这些单位 本身的办公用房和公共用房 才免房产税 第一个 第二个 由国家财政部门 拨付事业经费 那么这个拨付事业经费 是全额或差额 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 所有的 那么本身也有范围内 使用的房产免房产税 比如 那么某一个高校是国家呢 拨付事业经费的 那这时候 它的这种 这个高校的教学楼啊 高校的办公楼等等 这都是免房产税的 这是本身业有范围内 使用的房产 免房产税 一个 但这里边要注意 由国家财政部门 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 它的经费来源 实行自首自知之后 那一定要注意 经费来源实行自首自知 那么国家还给它 拨付事业经费吗 不拨付事业经费了 你还免不免房产税 不免了 所以呢 经费来源实行自首自知后 应征收房产税 这是第二个 房产税的呢 优惠 第三 是宗教寺庙公园 明圣古迹 这么着 自用的房产 免房产税 那么你的公园 共游览的 那么 共参观游览的房子 那么你的呢 这个管理部门所用的房屋 这都是免房产税的 但是你公园里边的 这个茶楼饭店的房产 那么免不免房产税 不免 一定要注意 前三个都强调什么 自用 那么自用的房产 才免房产税 如果没有自用 没有呢 而是出租了 或者是呢 用于经营活动 则是照章交房产税 这是第三 第四 个人所有的 非营业用的房产 免征房产税 你比如说 你自己的呢 房子 你是居住的 这是免房产税的 一定要注意 不但是个人所有 而且什么房子 非营业用的房产 免房产税 如果是营业用房 或者是你把房子租出去了 那么免不免房产税 不免 这是第四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 对个人拥有的 营业用房 或出租的房屋 照章交房产税 第四 第五一个 非盈利性机构 注意非盈利性 这四个字 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疾病控制机构 和富有保健机构 等等 卫生机构 自用的房产 免征房产税 注意自用 这两个字 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疾病控制机构 富有保健机构的 等等的 卫生机构 自用的房产 免房产税的规定 下边 对按政府规定价格 出自公有住房 和联租住房 咱们现在呢 全国都会呢 有这种公有住房 联租住房 包括什么 企业和自收自支的 事业单位 向职工出租的 单位的呢 自有住房 房管部门 向居民出租的 公有住房 落实私房政策中 代户发还产权 并以呢 政府规定的租金 向呢 居民出租的私有房产 暂免征房产税 那么后边 您可以简单看 注意呢 是按政府规定价格 出租的公有住房 联租住房 有暂免征房产税的规定 这是呢 第六一个 第七 经营公租房的租金收入 免征房产税 注意 公租房的租金 那么免房产税 这是第七个 第八 第一你要想做成危险房产税 避旧房屋 必须是经有关部门 鉴定 那么回损不堪居住和危险房屋 如果你争 扔旧用 扔旧住 免不免 不免 必须是在停止使用后 免征房产税 至于停止使用 这四个字 没停止使用 不免房产税 这是第九个 第十 纳选应房屋大修 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 大修期间免房产税 如果你大修只停用了三个月 四个月免不免房产税 不免 必须是大修 而且是要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 免房产税 是在大修期间免房产税的规定 这是第十个规定 要求大家要特别掌握 那第十一 也要求大家要掌握 考试中经常会考到的内容 返在基建工地 为基建工地服务的 各种工棚材料棚 休息棚 那么办公室 食堂 茶炉房 那么汽车房等等 临时性房屋 强调什么 临时性房屋 你比如说 咱们呢 这个修铁路的时候 我这里边可能呢 会有材料棚 工棚 办公室 那么休息棚等等 那怎么办 那此时是临时性房屋 无论是施工单位自行建造 还是基建单位出自建造 那么交施工单位呢 使用的 在施工期间 一律免征房产税 注意这是临时性房屋 一定要注意临时性 这三个字 临时性房屋 在施工期间 一律免房产税 但如果呢 基建工程结束后 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 交还或低价转给 基建单位 那么则应该是呢 从基建单位接收的 4月起 按规定交房产税 也就是说 你在临时性房屋 在施工期间 免房产税 但如果呢 是我施工结束了 这房子还用 交给了呢 咱们的这种基建单位 那此时 从4月开始 按规定交房产税 这是第十一个 第十二 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 共同使用的房屋 比如说 上边是这个县政府的办公楼 底下是招待所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呢 这叫做免税单位 纳税单位 共同使用的房屋 按各自使用的呢 这个部分 分别征免房产税 你县政府的办公用房 免房产税 但是呢 你的这个 宾馆的金融用房 则照章着房产税 这是呢 咱们第十二个 要注意的 第十三 这个内容 了解即可 那么这是呢 为了推进的 国有经营性文化 事业单位呢 转起改制 简单讲 就是 文化企业改制 比如说 像咱们的电视台呀 像日报社啊 等等 这个文化企业改制 那对于呢 财政部门 额付事业经费的文化 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的 自转制 注册之日期 五年内 对它 自用房产 免房产税 那说 电视台 你 呃 变成了企业化经营 那这时候 咱们就有一个呢 这个 转制中 你使用的房子 扔就呢 免房产税 2018年12月31号之前 完成转制的企业 从2019年 1月1号起 对它自用的房产 可免房产税 五年 免房产税五年 也就是可以免到哪年 可以免到2023年 像我们呢 在前年的时候 做了一家呢 这个 呃 地方电视台 就属于呢 这种情况 它涉及到呢 免税的问题 这是 第13个 第14个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了 注意 房地产开发企业 建造的呢 商品房 在出售前 那么 如果既没出租 也没出借 也没使用 不交房产税 如果出售前 已经出租 出借 使用的 则要照章 整房产税 这个内容 前面说过 这里边不再多说 这是第14项 第15项 是对于呢 这个为社区 大家可以看 这个年份 你可以简单看了 因为这几年年份 太复杂了 那么为社区提供 养老托育 家政等服务的 机构自用 或者是 通过呢 成租无偿使用等方式 取得并用于什么 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 家政服务的 这个房产 免房产税 你看养老托育 家政服务的 房产 有免房产税的规定 那咱们前边 在讲增税的时候 它也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所以这里边 你要注意呢 终结 这是第15项 第16项 是呢 对纳审 及其呢 全子子公司 从事 大型民用客机 发动机 中大功率 民用涡轮 涡奖 发动机 研制项目 自用的呢 科研生产 办公房产 那么免征 房产税 那你看 今年呢 东航的这个航班 失事之后 那这里边 涉及到了 咱们呢 网上有很多的声音 咱不管那些声音 但是有一点 咱们的这种民用的 大型客机的研制 要逐渐的实现 国产化 那包括它的 发动机 包括它的各个部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为了支持它的发展 你看 对纳川机 全子公司 从事大型民用客机 发动机 中大功率民用涡轮 涡奖发动机呢 这个研制项目的 自用的科研办公 那么生产房产 免房产税 这是呢 房产税的税收优惠 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 我强调的这些税收优惠 那这是呢 咱们的税收优惠问题 看一刀呢 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符合房产税法 有关规定的用 哪个符合 税收优惠的规定 A 按政府规定价格 出租的公有住房和连租住房 暂免征住房产税 对不对 正确 B 居民个人出租的住房 免房产税 这是错的 他只是按4%减征房产税 而不是免 C 名胜古迹管理部门 所用的房产 免房产税 那么这叫做 名胜古迹 自用的房产 免房产税 正确 D 公园小埋铺房产 免房产税 那么公园小埋铺 叫不叫自用 不叫自用 那么不免 所以呢 正确的是AC 这是房产税的 税收优惠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 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中 首先第一个 纳税局房时间 在纳税局房时间中 大家呢 要首先要注意 房产税 和咱们讲的 土地使用税 除了特殊情况 都是以4月纳税为主 注意 它的起始时间点 和4月 或者本月的规定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首先 纳税将原有 注意原有这两个字 将原有房产 用于生产经营的 从生产经营支月起 交房产税 也就是说 这是唯一一个 当月交房产税的 在房产税中 以4月纳税为主 那么只有这一个 是当月交纳房产税 是将原有房产 用生产经营 从生产经营支月起 交房产税 第一 第二个 纳税自行新建房屋 用于生产经营 则从建成的 4月开始 那么交纳了房产税 你自行建的 那么不管你验不验收 从建成的4月起 交房产税 而委托 施工企业建设的房屋 从办理验收 手续的 4月起 交房产税 所以呢 这个自行建设 和委托建设 不一样 自行建设 建成次月 叫房产税 委托建设 则从办理 验收手续的次月 因为咱们 这叫两家关系 得验收了 咱们才能用的问题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 纳税购置 新建商品房 我新买的商品房 从房屋交付 使用的次月起 叫房产税 为什么不是 办房本的次月起 叫房产税 因为很可能 我不着急办房产本 我买完了之后 我先用着 不办房本 那咱也不能 不让你交房产税 所以呢 应该是自 房屋交付 使用的次月起 交房产税 而购置存量房 则不一样了 存量房 税到呢 上加 交房产税 和下加有个 衔接问题 所以对于呢 存量房 则是以房本 作为分界点 大家可以看看 它应该是 自办理 房屋全数转移 变更登记手续 房地产全数 证书登记机关 欠输 房屋全数 证书的 四月起 交房产税 那么 卖房的一方 他的房产税交到 他的权利义务 发生变动的 当月月底 咱们下一家 从下个月开始交 那么两者 做到有序衔接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 这个内容 从2009年 1月1号起 纳税因房产的 实物或权利状态 发生变化 而依法终止 房产税 纳税义务的 它应 纳税本的计算 应截止到 房产的实物或权利状态 发生变化的 当月月末 比如 我在 2022年的 3月25号 那么把房子卖出去了 把房产这 办给下一家了 那我的房产税 交到 3月31号 那么下家 从 2022年的 4月份开始 它交房产税 所以下家 从4月开始交 这是呢 一个 那么 纳税呢 出租 出借 房产的 是从交付 出借 出租 房产的 4月起 交房产税 一个 下边 房地产开发企业呢 自用 出租 出借呢 自建商品房的 是从房屋 使用 或交付的呢 4月起 交房产税 注意 除了将原有房产 用于生产经营 从生产经营的 当月 叫房产税之外 其他的 都是什么时候 都是次月 叫房产税 这是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 房产税 按年计算 分期交纳 注意 它叫什么 按年计算 分期交纳的呢 有关规定 也就是说 咱们计算的房产税 都是全年应该 叫房产税 那么如果 你是当年的3月份 那么拿到房子 你从4月份 开始交房产税 那则 当年应纳的房产税 就是除以12个月 乘于9个月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第三个 纳税地点 你房子在哪 咱们在哪 交房产税 以房产的坐落位置 来交纳房产税 房产呢 不在同一地方的纳税 比如说A公司 在全国好多城市 有房子 则 应按房产的 坐落地点 分别向 房产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 纳税 这是呢 它的纳税地点的呢 规定 这是它的征收管理 我们来看呢 相对题目 第一道题 2018年的一道呢 多选题 这道题目是 下列关于房产税 纳税义有发生时间的表述中 正确的用 那是正确的 A 纳税自行新建房屋 用于生产经营 从建成支月起 那么交纳房产税 这次呢 错的 应该是从建成的 四月起 交房产税 B 纳税将原有房产 用于生产经营 同生产经营之月起 交房产税 对不对 将原有房产 用生产经营 从当月交房产税 学样C 纳税出租房产 自交付出租房产的 四月起 交纳房产税 正确 学样D 房地产开发企业 自用本企业建造的 商品房的 自房屋使用的 四月起 交房产税 正确 所以呢 是选项BCD 这考什么 考 那么 它的纳税 又发生时间 除了将原有房产 用于生产经营 从当月交房产税 其他的都是什么 从四月开始 交房产税 这是呢 第一个 下边我们看了 第二道题 这道单选题 某工业企业 2022年2月 之间的厂房 竣工并投入使用 该厂房的原值 8000万 其中与厂房 先连的 用于储存物资的地下室 800万 那么这个地下室 是不是单独建造地下室 不是 是与厂房相连的 所以咱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呢 与地上建筑 一并呢 交房产税 能不能打折 不能打折 这是呢 一个 下边 假设房产原值的减出比例 30% 那么地下房屋 应随房产原值 是房产原值的60% 那么这60% 是猴子 怕过来捣乱的 没用 那么该且 2022年应交的房产税 那么首先 几月份开始交 三月份开始交 当年三月交到12月 一共呢 交十个月 第一 第二 它的地下建筑 与地上建筑相连 所以不打折 因此直接用8000万 乘以一减30%的原值减出率 那么乘以1.2% 这一年应该叫做房产税 乘以10个月 除以12个月 计算出当年应那房产税 56万 我们选答案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道题 这是呢 咱们考什么 考 这个第一个 是自建的厂房 它建成的四月开始 交房产税 第一个 第二个 是什么 第二个呢 是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呢 地下建筑 它不打折计算 这是呢 这道题的两个 最关键考点 下边第三道题 是一道单选题 某企业拥有一桩 原值为2000万元的房产 2021年2月10日 将其中的40%出售 月底办理好产权的转移手续 那么 说明这40% 它要交到什么时候 交到2021年的2月28号 那么那60%没卖 那应该是全年都交 那么月底办理好的产权转移 以至当地政府规定房产计税余值的扣除比例 20% 2021年应交的房产税 应该交的房产税 那就是40%只交两个月的 60%交全年的 所以应交房产税 是2000万乘60%乘以1减20%的原值减除率 再乘以1.2% 这60%全年都要交房产税 那么40% 2000万乘40%乘以1减20%乘以1.2%乘以2个月 出以12个月 那么它是呢 是只交两个月 一月何月 是全力发生变化的当月月末 咱们房产税那是有财中值 所以乘两个月出以12个月 计算出应该交的房产税12.8万 好 那么咱们应该呢 选答案底 这道题在考什么 它的房屋的权利状态 事务状态发生变化的 那么你出让房 应该是什么 你转让房 应该把它呢 房产税交到它的当月月末 这是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房产税的呢 有关内容 房产税中介绍了纳税征税范围 税率计算依据 那么应纳税的计算 市售优惠征管 我们来快速的复习下 房产税的有关内容 首先房产税 它的基本规定是 征税范围是在城市县城建政工况区 它的房屋来征税 注意房屋的一个界定 不包括像呢 加油站的招篷 像水打菜叫 市外游泳池等等 第一个 第二个 注意纳税的呢 具体规定 它以产权所有人做纳税 注意它的具体规定 税率 如果是呢 经营自用的房产 从价激增 税率1.2% 如果是出租房产 那么从速激增 税率12% 但是呢 对于咱们个人出租居住用房等等 税率是4% 那这是呢 咱们的一个 第二个 它呢 房产市的技术依据 不含增值税的呢 这个金额做技术依据 那么 首先 对于经营自用房产 以房产的技术余值 做技术依据 注意呢 房产的技术余值 等于原值乘以 1减10%到30%的 原值减除率 那么原值里边含 地价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含不可分割的付出设备 含呢 这个不单独机架的配套设施 这一个 注意 含改建之初 那这是呢 它所含的内容 对于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 咱们呢 则是工业用房 打5-6折 那么商业用房 和其他用房 打7-8折 那么这是呢 必须注意单独建造 单独这两个字 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那紧接着 对于出租的房产 从租计证 以不和增速租金收入 做技术依据 一个 那么有了 这个技术依据 你那时候计算 很简单 经营自用的 从价计证 出租的 从租计证 要注意 咱们呢 在具体规定中 是免租期 从价计证 一个 那么融资租赁的 由程度方 从价计证 对于呢 投资联营的 供单经营风险的 从价计证 不供单经营风险 收取固定收入的 则是从租计证 这也是呢 它的计证的问题 在需求优惠中 大家注意自用 它的呢 优惠 注意自用两个字 我们在讲优惠时 强调了 那么下边一个 个人所有的 非营业用房 是免房产税 但是呢 如果是营业用房 或者出租的房产 则照样呢 要交 那么其他优惠 我这里边 就不再多说了 这是一个 在征收管理中 要注意 它的纳税有发生时间 那么除了将原有房产 用于生产经营 从当月纳税之外 其他的都是从四月纳税 注意呢 当月和次月的呢 一个划分问题 它的纳税地点 很简单 在房产的坐落地 那么它是按年计算 分期交纳 这是呢 咱们房产税中 需要大家呢 特别注意的主要内容 对于第一节房产税 我就和大家学习这么多 vous 接近的 如果您就還不清 请您先帮你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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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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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